大家下午好 今天华联总会在这边举行这么一个座谈会 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 大家也知道我们近期华联社区 发生了J203的一些案件 特别是几天前 我们福建乡亲医院 那个抽屐市场的老板 那个也是欣慰的 魏先生这个不幸的遇纳 我们华联总会也表示 这个声音表的这个沉痛的这种哀态 现在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今天跟大家一起 就是说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比如说做我们社区的这些成员 怎么样在我们乡亲里面 同样会里面 怎么样去宣传这些安全意识 虽然我们移民到加拿大 为了更好的生活 我们已经取得了 这个生活比较满意的这种层面 但是安全方面 尤其中央 钱多了 安全没有保障 那一切都是空的 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这些人士 要发挥自己自身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优势 什么优势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在我们本社团 本组织里面 经常的像乡亲 这个宣传 在本门的工作之余 安全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再经过我们跟外界 跟政府这些渠道 比如说警队 国府议员 有沟通的渠道 我们要提起 加拿大这个治安 不断的恶化 怎么样去改善 跟政府沟通 由他们带为我们这个闯化 怎么样把这个治安做得更好 我们这些移民 更安全的生活加拿大 我先讲到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